好的我们这边是使用肉粉色的一个毛线 进行第二个底片的勾支 我们第二个底片的第一圈和第二圈 和我们这个第一个底片 第一圈第二圈的勾支方法是一样的 大家自行去勾支完成 勾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来锁一针 然后将这个线拉长一点 随后我们将支片翻转 我们翻转过来开始进行勾支 好勾针绕线 我们在最后一针的位置上入针 绕线带出将线拉长 注意这个地方的线一定要拉长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 一共是勾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勾针绕线再次穿进来 绕线带出将线拉长 第二个绕线穿进来 然后绕线带出将线拉长 随后的话我们隔一针 中间是空一针是不勾的 到下一针我们再穿进来 勾支一个引拔针 随后锁一针将线拉长 重复刚才的勾支 勾针绕线 在相同的位置上 我们再勾支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好的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勾线一次性再出 三个完成之后 空一针不勾 到下一针继续勾支 引拔针 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去勾我们这个花边的部分 大家自行把它去勾支完成 我们最后一个花边勾支完之后 我们找到第一针的位置 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把线带出来 好藏线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线筒藏到背后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正面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再来选一下这个小草莓的勾支 我们这边用到环形起针法 最后呢中指线圈穿过来 绕线带出 勾一个 两个 三个 我们勾三个锁针 最后勾针绕线 中指线圈穿过来 绕线带出 我们在中指这个线圈中 勾支五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第五针 第五针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直接锁一针将线拉长 然后我们把线头剪断 随后我们来取出绿色的线 压到背后 我们从第一个针目 将勾针穿过入针 绕线带出 下一针继续穿过来 绕线带出 再穿过来 绕线带出 绕第三次 继续第四次 然后再穿进来第五针 第五次 我们一共穿五次 然后再绕线一次性 再出所有的线圈 随后我们再锁一针 将线拉长 把线头剪断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线头都拉紧 把下面的线头拉紧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头 对折 去给它绑一下 绑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头剪掉 好 我们先把这个发卡和我们第一个底片去给它组装一下 我们把这个发卡和布织布组装到一起 然后呢 我们第一个底片 线头我们可以放到里面 先把它组装到一起 我们直接使用热绒胶 给它粘到一起就可以 大家就自己把这个发卡去给它粘上就行 注意粘的时候 一次不要打太多胶 你慢慢的去粘 以免出现漏胶的情况 好 第一个底片粘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粘第二个底片 第二个底片的话是粘在第一个底片的上面 也是同样啊 我们是用肉绒胶 给它打在上面 或者说大家用线头去缝一下 也可以啊 都可以 根据自己手头的材料 我们最后再把我们勾的这些草莓 粘到我们的这个发卡的底片上就可以 这个草莓的数量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 多勾一个两个都可以 好的 我们这款双层的奶油花边的发卡 就制作完成了